各位都知道我们教会所经历的这个疫情 我们这时候一路走来 教会到现在还是继续在这个事情上 有很多的事要处理 但是这个聚会已经定了 我们还是这样过来 一路上来的时候 其实有记者已经到我们的教会去 今天采访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从医院出院了 所以很感谢主 他们在那边做见证 我来这边打属灵的战争 也接着各位的祷告 一起完成主的使命 各位我们都知道 这一次我简单跟各位讲 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虽然在我们人看来 我们一时是有时候受到惊吓 或者紧张 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没有动摇 现在在整个新加坡全国上下都认识我们教会了 也认识朱牧师了 不管以前是给人家攻击说我们是异端 现在是全国上下都知道 我们新加坡是新加坡基督生命堂是第一间出现这个疫情的病例 那个时候呢 那现在已经有几间你们知道吗 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呢 其实在教会里面 新加坡的教会里面出现这个病例 我今天早上刚刚看到有七间 那今天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啊 在韩国呢 忽然间增添了31个病例 为什么呢 在一间大教会里面出现了20多个病例 各位 我们是属教会的人 我们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更是要相聚 更是要祷告 那么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出现这个病例 我们没有潜力能够做参考 我记得两个礼拜前 有星期五早上我一起来 听见第一个姐妹她得到这个 然后呢 下午的时候第二个病例出现 第一次 第一个病例来的时候呢 我是惊吓了 第二个病例来的时候 我是焦虑的 怎么办啊 那时候已经有声音马上来 牧师啊 我们要不要关聚会啊 每个人心情不一样啊 什么这样的声音都来了 我一直在主面前祷告 我心里面想说 其实如果要我关聚会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的心里面是 如果我关聚会的话 弟兄姐妹 听不到神的话 他们软弱 就惧怕 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教会 那神在哪里 那我们常讲的福音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我心里面是一直挣扎 我说主啊 到底要怎样 全国一定看我们的 晚上我们教会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了 另一天呢 周六的时候呢 第三个病例出现了 那时候呢 我心里面是 主我知道了 主叫我关 主会负责 所以关掉 宣布我们停聚会 然后我开始预备主日信息了 星期六下午 然后我在二月九号讲的信息呢 两个小时的崇拜呢 记者全部看 然后给我们写 当然他写的都是 这个牧师很积极的精神 他叫我们不要怪武汉人 不要怪中国大陆的人 这个真的是这个牧师 当然是写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时候全国整个社会都看这个东西 然后基督教报刊 杂志也跟着写 所以那时候 基督生命堂 再一次的诞生啊 我们传的福音 达到的人数呢 可能比我们开堂到现在还更多了 你们知道吗 所以呢 把这基督的福音 把基督福音的精神就是传出去 也趁着这个机会 各位一定听了吧 我十次的勉励 对不对 我到这个聚会之前 十天 真的好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每天每天 也为这个马来西亚的聚会祷告 另一方面 每天的聚会 晚上半个小时 给弟兄勉励 然后呢 告诉大家教会的疫情 我们一个一个弟兄姐妹呢 当牧师一分享神的话的时候 一个一个从医院里面出来 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出来 到最后 我昨天讲 前天晚上之前呢 全部出来了 带着欢喜快乐的心 哎呀 完节篇了 完节篇的时候呢 昨天晚上又出现 报纸出来 新加坡基督生命堂 又出现一个病例 又出现一个 这是谁呢 我们当中 又一个弟兄 他一个月不在我们当中啊 但是他是属于基督生命堂的 那 他早上 他下午就打给我了 我说 牧师啊 我被检验了 那我好像 他们说我有这个 哦 他身体很健康啊 为什么叫你去检验啊 因为我 我新年的时候 跟我一个 职儿吃饭 他是另外一间教会 得到这个病例的 所以呢 他们叫我去检验 我也中了 那中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那个 哦 因为他是属 新加坡基督生命堂的 然后呢 就说 那当然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应该是 归在我们呢 还是什么 我也不懂 昨天是positive 今天早上 不是negative 但是呢 马来西亚的报纸很厉害啊 马来西亚的报纸呢 还没有听完 他positive的时候呢 昨天晚上啊 马来西亚的报纸已经印出来了 你们马来西亚的报纸 你们昨天有没有看 你们没看 我都看了 因为我要来嘛 我当然要看你们的报纸 新加坡基督生命 又出现一个新病例了 那个就是我的教会的 但是他到底现在 到底是有是没有 我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早上 他说没有事情 所以现在敌人又在查 又在查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现在这个时代呢 也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的心情是这样 听到一个东西 情绪上 听到一个东西 情绪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给我们真理 上帝给我们信徒圣灵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靠真理 不靠圣灵来判断 你一定被你所听到的情报吞吃的 阿们 一般的人信什么 你也信 一般的人怕什么 你也怕 都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东西 各位知道吗 我今天一路上 驾车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祷告 我不知道我会见到谁 刚才你们一个一个地区的人 站起来的时候 我心里很感动 但是我跟我几个同工说 今天这个聚会 20到22号的这个KL 全马的这个聚会 非常的重要 因为 这个是我们一整年 所有的宣教的一个开头 第一站 所以这个是仇敌的城门来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门一进了 下面还有什么 还有台湾啊 还有日本啊 还有澳大利亚啊 还有阿尔兰 UK那个地方 我其实都排满了 今年 新加坡基督生命堂 我已经跟同工们说 我三分之一的主日不在你们当中 神为我们开福音的门 15个城市我们要去 然后把这个福音要传 我一开头 今年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全部印出来的时间表 给大家看了 对不对 那看了 第一站在哪里 就是今天这站 如果今天这站办不成的话 我知道大家心都消化掉了 下面不用讲了 所以呢 这个聚会 大家一起祷告 一起相聚 结合众圣徒的力量 很奇妙的 下面的门开起来 下面其他的同工 其他的地区的人 他们的心会刚强壮胆起来 阿们 所以你们知道你们多重要吗 我前面前来要讲这句话 教各位今天晚上第一堂 我们一起祷告 真的知道是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 所以第一呢 我先说这个聚会的重要性 刚好就是这个时刻 从我们 我跟各位说 今天呢 是第几天了 从我们的教会 最后一个聚会 到今天 是第十四天 你们知道吗 所以 今天呢 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呢 他们隔离被放出来了 今天都在今天发生了 今天就这个聚会了 你们知道吗 时间刚刚好 二月二十号 我一身刻印在我心板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一直强调 跟我们弟兄姐妹说 我们教会呢 发生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主教我们不要只有关注自己的教会 我们要关注主的众教会 所以我说 现在尤其是在新加坡 已经有七间教会 都有得到这个病例 那我们是先锋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忽然间又一个病例出来 又另一个病例出来 我们不要管归咎于 这个是哪一个教会传过来的 那个不是我的教会的 那个是那个教会的 不是我的事 这个东西绝对不在我的祷告里面 所以我也没有找记者讲什么这些 我也没有跟他们说 我心里面是 现在主的教会正在受一个危难的时候 对着主的众教会 我们的心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是俗教会的 众教会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得荣耀 对不对 尤其你们今天听到 韩国又有这样的事情 又发生的时候呢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眼目是要放在哪里 已经不是自己的事情 不是自己教会的事情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 马来西亚的教会 你们要记得 我们这样相聚是为了全马的众教会祷告 如果马来西亚的教会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勾心斗角 你为什么偷我的羊 这个羊明明是我的 为什么你 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的时候呢 然后牧者跟会友常常有这种勾心的 跟其他的教会的都是这样的事情 很多的纷争议论论断这样的事情 各位我们有没有问过 主的名可以得荣耀吗 主的众教会能够强健起来吗 所以这件事情呢 叫我们把眼光放大放远 所以绝对不是为自己 阿们 所以呢今天你们来参加聚会的 我跟各位说 回去的时候要祝福你们的教会 教你们的教会 也讲台归正 然后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在一起相聚时常常有爱 彼此勉励 这个是我们开聚会的目的 对不对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聚会 所以为这种教会 阿们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三呢 我们要解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这次的疫情 先发生在教会 各位有没有问过 我很多弟兄姐妹问啊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回教堂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佛教堂 为什么发生在教会 到现在我们新加坡没有佛教堂 回教堂得到这样的病例 都是教会 期间啊 韩国今天又发生了 对不对 那神在哪里啊 神不顾念祂的教会吗 各位的答案是什么 有些人说 哎呀因为教会整天聚会 还有整天做释放医治啊 这边按啊那边按啊 然后一起抱啊 所以感染很快啊 有些人这样讲 各位 不是这样讲 各位 为什么 谁有这样的属灵的眼见 能够看得到 第一很重要的话 这个事情先发生在主的教会是 因为 只有教会 有足够的答案 来面对这个疫情 阿们 只有教会 有最确实 最正确的答案 来面对苦难 我们基督教 基督徒面对苦难 绝对不是 哎呀 人民 哎呀 世大皆空 人生苦海 哎呀 报应啊 绝对不是 对不对 我们基督信仰 把苦难讲得最明确了 这苦难临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 人的罪了 也因为有这个苦难 神把救赎赐下 不但解决这暂时的苦难 也把永恒的盼望给我们 对不对 所以呢各位 这个苦难 是有结束的 苦难是临到永恒的 临到救赎的 阿们 只有基督信仰 有这样的答案 有没有 神把真理赐给教会 把圣灵赐给教会 教我们清楚知道 在所有的苦难里面 终极的目的 就是得到基督的救赎 去到再也没有痛苦流泪的 那个永远的家乡 阿们 所以今天你带着这样的苦 你带着这样的惧怕来 我跟你说 这个会结束的 你要有这个答案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第一了 然后呢 上帝不但给我们永恒的 来解决苦难的问题 还有什么 今天与我们同在的圣灵 祂是圣灵宝灰师 绝对会保护我们的 保护我们的信心 也怎样 也凡事上只教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果敢 赐给我们亮光 教我们在试炼当中 我们知道怎么做 所以这次很奇妙的 圣灵就感动我 我讲完那天主日 2月9号的主日 圣灵感动我 你不要停止讲道 你趁这个机会 你们的收视力 现在五倍十倍加增的时候 把这个福音传扬 把基督信仰 怎么面对这个社会的疫情 来传扬 我们基督信仰 怎么看待这个社会的时事 怎么看待这样疫情 有危机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为国家祷告的 讲出来 把整个基督信仰的精神 传讲出来 教我们圣徒 都能够会听到 对不对 所以每天每天我这样祷告 一边勉励信徒 一边向非信徒传福音 对不对 我也相信 有国家的领袖 什么 这个记者 他们也听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 这十天里面 发生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后荣耀归给 不是基督生命堂 也不是基督生命堂的领袖 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 阿们 归给福音 阿们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一 只有教会有足够的答案 能够面对这个疫情 所以感谢主先发生在教会 阿们 所以 感谢主用这个小小的教会 成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小小的一个阶段 那一个典范 各位 信的话 会做更大的事 阿们 但是我们不能只有讲这个 如果我们只有讲这个的话 阿们 哈利路亚 教会是得胜的 但是呢 教会还要怎样 为什么这个事情先发生在教会 有两个理由 对不对 一个理由是 因为只有教会有这个答案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 教会要反省 要检讨 甚至要悔改 各位 为什么 各位 如果你熟读圣经 你每次知道有瘟疫临到的时候 都是什么 教会 信徒 神的百姓犯罪的时候 拜偶像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 都是拜偶像的 信徒 信徒什么偶像啊 信徒有无形的偶像 也有有形的偶像 有形的偶像是我们不用讲的 一看都知道 物质阿 顺利 安康阿 这些东西 这个叫有形的 对不对 能够摸得着看得到 有形的 对不对 但我们没有拜木头 基督徒哪里有去拜 这个金木这些 没有东西 对不对 但是我们实际的 这个社会的人追寻的 物质的东西 民意的东西 地上的安好 我们都追求这个东西 这是有形的东西 的确 但是还有信徒拜的 无形的偶像是什么 就是思想里面的偶像 因为你拜了地上的物质之后 你还要怎样 你还要有一种思想来告诉你 你没有错 这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追求的 我们越成功越有钱 哈利路亚 我们就能够见证主恩 有没有 各位 这种教导呢 在新加坡很盛行 你信 这个病菌不会临到你 各位有没有这样 只有讲的东西都是这个地上 佛教徒也要的 世界的人也要的 基督教徒也要的 全部都一样 这种道在教会里面盛行 新的一带起来都是追这样的信仰 什么叫十字架 什么叫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洗了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这种信仰没有了 在地上都是整天宣告祝福 宣告神的保护 各位有没有 都是在这样做这个东西了 我并不是说神不会保护我们 但是一个信徒在地上就爱世界 没有传福音 然后这样 然后天天有问题来宣告上帝保护 宣告上帝要祝福我的事业 就这样做 各位你觉得吗 所以这个叫无形的偶像 这种教导进到人的思想里面去 我跟你们讲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 这种是一种掩盖 一种模仿性的信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你的国家有力量 你是第一世界的国家 有钱 有学问 有力量 有人数2万3万 你一定会怎样 把这样的教导传去哪里 传给中国大陆 传给台湾 传给马来西亚 各位有没有 你去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教会被谁影响 被韩国的教会影响 被新加坡的教会影响 很多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把假的道传去 那边得到瘟疫 那个瘟疫传来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东西是 我只有这样的特会可以讲 我在本会现在有点敏感 不讲究这个东西 但是我讲的东西 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 我一直很迫切 主啊为什么教会先领到这个东西 主说你看传什么道 这个病菊不是肉身的危险 是心灵里面的危险 人信错 传错 然后那个结果呢 就会浮现出来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现在为着中国大陆很迫切 不但是现在他们每天每天 现在两千多个人死了 七万多个人得到这个病例 更严重是什么 这种错误的基督教思想 这样一传 横扫整个国家的时候呢 那现在新的一代人 他们去教会要得的是什么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绝对绝对 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呢 教会要反省 教会要悔改 要悔改要知道悔改什么 也不是天天悔改成为口号 悔改什么 你信错什么 你传错什么 你追错什么 那个东西要悔改 阿们 这个没有讲阿们 好像太严重了是吗 是不是 马来西亚的教会很重要 新加坡教会 很多新加坡教会 传错的东西 你们不要全部吃 吃了就完蛋了 吃错东西拉出来就好 信错东西拉不出来 就是跟着你 然后你传给下一代 传给你的后代 是更危险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聚会 很简单 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祷告 今天有第一堂 先是给各位一个眼光 当这样的疫情来到的时候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怎么祷告 叫这个疫情会停止 社会有社会的角度 医学有医学的角度 但是社会跟医学的角度 绝对不在于属灵的角度之上 对不对 香港有动乱 怎么解决 为什么呢 贸易有战争 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要 我们要怎么解决 现在全世界都在分析这些问题 病菌啦 贸易啦 就业力啦 对不对 国家 共产啦 民主啦 这些东西天天分析 每个人都有手机报纸 一看都知道 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 慢慢被这个世界的思想家牵引去了 我们没有从真理来看待这些课题 现在我们的问题 亲爱的马国的弟兄姐妹 也不是我的政权改就能解决的问题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 各位 我们一定要知道 跟罪有关系 反正我们讲罪的时候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 我们看 猎王 猎王上 八章 王上八章 这里很清楚讲 谢谢你 王上八章第三十七节这里说什么 王上八章三十七节 国中若有饥荒 瘟疫 找风 汉风 对不起 老花眼看不到 梅兰 蝗虫 麻扎 或有仇敌 犯敬畏 困沉意 战争 好像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有些是自然灾害 有些是一些瘟疫 对不对 病菌 病毒 有些是实际的 好像贸易战争 这样的事情 动乱 无论遭遇什么灾祸 疾病 你的名以色列 你的名以色列 各位注意听 神的子民 或是众人 以色列当中 有一群人也好 一个教会也好 或是一人 就算没有的话 只有一个人 怎样 自觉有罪 向着殿举手 不是只有举动 举起来 我的手就可以 举手的意思是什么 要降伏的意思 对不对 无论祈求什么 祷告什么 求你在天上 你的举所垂听赦免 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待他们 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主之地上 一生一世 就为你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 自觉有罪 然后向殿举手 主啊求你赦免 所以呢 因为现在的疫情的缘故 我们大概也思想一想 有些人问牧师说 这疫情是到底是 为什么带来的 不要讲什么 人 哎呀你看 吃蝙蝠吃蛇啊 吃野生 圣经早就讲不要吃这些东西了 各位 你这样讲的话没有水准 你懂现在义尼还在卖蝙蝠啊 义尼讲没有问题 蝙蝠你煮得好 那吃不会有问题 义尼一中都没有 你们知道 所以你们知道 这不是现在来判旧约 就要吃蝙蝠吃蛇 不是这样讲的 现在是新约 一切一定有属灵的原因 你们明白吗 但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 这个疫情瘟疫啊这些来到的时候 三个情况 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 你会看到民书记十六章这个地方 民书记十六章呢 在那个地方什么事情呢 你会看到 你们不用烦 我给你们讲 可拉党的事情 可拉党抵挡摩西亚伦的时候呢 然后地开起来把他们吞吃了 哇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会怎样 应该吓到对不对 马上跪下来 哇百姓再次起来不服气 向摩西亚伦抗议 你们杀人了 各位你们会想象啊 神的百姓啊 他们怎样 摩西跟亚伦是谁啊 他们只是人 但是他们是神恩高的先知 神高默的祭司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代表上帝 来带领这群百姓的 所以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随己一行的 他们是抵挡 抵挡权柄的 各位 谁的权柄啊 不是人的权柄乃是神的权柄 对不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哦 教会有纷争 教会有好像勾心斗角 分裂 各位你要问 你说他不可以 你说他不可以 各位 现在不要讲人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先想 我们的心境 我们自己判断 我们的生命呢 是要顺服主的吗 还是要随己一行 各位 这个呢 我的名 就是没有带领者 没有异象 又不听 然后放肆 想怎样就怎样 这个就是四世纪了 四世纪的光景 你们不用看了 所有的四世都染纹的 所以 这个是以色列 在民俗纪 他们抵挡全病的罪 所以那天呢 当百姓这样说的时候 像摩西抗议的时候 耶和华那边有他的愤怒写明出来的时候呢 瘟疫来的时候呢 那天 十四千七百个人倒闭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什么 民俗纪二十五章 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 以色列跟谁 跟摩亚女子怎样 行淫 然后拜巴利皮尔 然后瘟疫出现了 很多的人倒闭了 然后倒闭了还不怕 各位你们了解吗 如果已经瘟疫来了 人马上悔改 感谢主 对不对 倒闭了 还不知罪 不自觉有罪的时候呢 什么事情 甚至呢 摩西 众长老 亚伦 他们跪在地上 求神怜悯的时候呢 一个以色列男子 带着摩亚女子进去 亭子里面行淫 各位有没有 然后谁看见了 亚伦的孙子 菲尼哈看到的时候 拿着一把枪进去 停止 刺入他们两个人 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 瘟疫停止了 很奇妙的 菲尼哈的那个义怒 对不对 所以呢 上帝愤怒的时候啊 没有人管上帝 所以 你们了解 啊 你生气是你的事 我们享受 我们继续派偶像 我们继续追世界 上帝的愤怒是越来越厉害的 你们了解吗 但是只要有一人 他们的心 感受到上帝里面的那个寄邪 所以他们有愤怒出来 有Holy Anger 你们了解吗 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呢 上帝马上停止那个瘟疫 感谢主啊 有没有菲尼哈在这边 有菲尼哈啊 要出来啊 马国的教会才有救 各位了解吗 这个瘟疫才停啊 那菲尼哈要出来 然后呢 所以这里讲什么 行营 还有什么 刚才我讲的 以色列不用讲的啦 偶像啊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是什么 撒摩尔上24章 谁的故事啊 大卫 他数点兵士的那个故事 那时候呢 瘟疫临到以色列 三天里面七万个人倒闭 非常恐怖的 各位 这个罪 有时候呢 我们看的时候呢 行营拜偶像 旧约是很明显的 对不对 实际的做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信徒也很多做出来的 对不对 犯奸淫啊 什么啦 这些 或者偷啊 不诚实 这些东西是罪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一定要明白 灵魂里面 属灵里面的 贪爱里面的 恶念 贪念 对不对 向神埋怨 爱事件 这个贪心跟拜偶像是一样的 对不对 圣经是这样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 其实呢 罪来的 这个到一个地步 罪恶满盈了 连主的教会的信息都变了 主的教会的信息是 叫同性恋也感到很舒服啊 没有问题啊 主的教会的信息是叫 这个地上整天炒股票 买卖股票 这样的人 整天搞行销 传销 哇 在教会卖这个卖这个 叫他们也感到很舒服啊 连牧师也来 师母也一起来卖啊 也参与一份 你们有没有听说 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连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讲台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为什么 因为下面已经 这种偶像很盛行了 到一个地步呢 你们想不到的战争 想不到的瘟疫 就出来了 所以呢 其实从主的家开始的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讲 这个教会有没有责任啊 当然有啊 然后如果不是一间 两间三间 七间 那今天韩国又中了 那你们知道吗 现在新加坡教会的每个啊 就算没有case 没有病例也是 关 往上崇拜 一个一个这样做了 我这个礼拜要开了 我先讲对不起哦 本来23号要跟 到一个教会 我们在Bless House那边讲道 但是呢 22号讲完之后 我一定要飞回去 没有23号 万一有记者过来 我的同工讲 牧师你最好回来哦 你不要叫我面对这些东西 那我说OK 我22号讲完之后 我飞机飞回去 新加坡23号 我就带领主人 那天 但是 我是跟同工们说 一定要开 因为现在呢 我们教会第一个发生了 对不对 我们关两个礼拜了 其他的教会都跟着关了 有没有病例都跟着关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开 我们要相聚 相聚的力量要开起来 虽然只是一个小教会 你先做 教大家知道 无论怎样 Life goes on 对不对 有病例 学校也是召开 为什么教会关啊 对不对 大家相聚一起祷告 靠着主的大能 这个死亡率也是 只有0.2% 你们怕干什么 对不对 一千个人就有两个人死的 如果是SARS SARS死亡率是多少 百分之十 那个是另当别论 对不对 这个是0.2% 但是为什么 吓到每个人这个样子啊 我心里面想 所以呢 这个礼拜天 我们要开 重新要开 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那边的征战 就是一直这样的 但是呢 各位 那各位现在 这个罪来了 我们要怎么办呢 请大家说 什么东西能够除罪啊 什么东西能够除罪啊 只有福音啊 只有基督的福音 能够除罪的 也不是人的那种奋勇 到中国去的时候 我们要悔改 悔改什么 你要认识福音 你不认识福音 你不能悔改的 你不认识福音 你是激情 你们了解吗 你是热情 一种奋勇 但是呢 没有真实的 懊悔的心 各位福音 各位 我们一起看 这个经文 我们一看 看完这个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一起看 撒摩尔记上 对不起 这个是撒摩尔下 撒摩尔下 撒摩尔下 我们一起看 撒摩尔下24章 24章呢 撒摩尔记下24章这里说 嗯 24章 耶和华 各位看 24章 其实这个记载呢 在另外一处 历代至上21章也是有 但是我们读撒摩尔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为什么发怒啊 不一定是 整个以色列又自满了 可能又拜偶像了 然后就激动大卫 使他吩咐人去俗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诶 那这个到底是谁的罪啊 是大卫的罪还是以色列人的罪 各位 如果你们读历代至上21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边的记载就很奇妙 那边的记载有一点不一样 撒但起来攻击以色列 然后就激动大卫 数点人数 对不对 那个地方呢 指的是撒但 那个做破坏的恶者 所以我们每次读圣经 这里面又讲是上帝 耶和华上帝 所以我们会知道了 这个罪 以色列人的罪啊 已经达到天上了 除了上帝知道 还有谁知道啊 撒但知道了 那大卫呢 他的王国 越来越稳固的时候呢 他的骄傲 神知道 还有谁知道 撒但知道了 所以撒但呢 激动大卫 你去算一下 你的人数 你的勇士 哎呀 夸耀一下 对不对 所以那上帝呢 任凭撒但这样做 所以这里说 上帝激动 但其实 上帝不是主动去激动 因为呢 那个控告者 是永远 在控告人的事情 他是最快的 所以呢 他控告 那上帝许可 因为上帝要成就更美的事 你们了解吗 所以呢 那时候呢 大卫就吩咐 跟随他的元帅 约甲说 你去走遍以色列 众之派 从旦到别十八 数点百姓 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约甲对王说 无论百姓多少 远耶和华你的神 再加征百倍 使我主我王 亲眼得见 我主我王 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所以约甲也知道 王的心态不对 对不对 王的心态 所以 人要夸耀他自己的条件 或者有没有 好像教会的领袖 我们教会今年五千个人 今年一万个人 很多每次算人数 对不对 台湾的教会 对不对 算人数 然后哪一个教堂比哪一个教堂大 这样的光景里面 其实这个里面有人的虚荣 然后你会知道的 当君王 当领袖 有骄傲的时候 圣徒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圣徒就是 君王也这样快啊 我们也自满 很容易这样的 君王靠人数 靠勇士 不靠主的时候 你看 百姓是怎样 就开始拜偶像 你们都会知道的 所以这个是全民的事情 这是教会里面的事情 所以 大卫 他就做了这事的时候 但是很奇妙 第十节这里说 你们翻到第十节 大卫赎典百姓以后 就心中自责 祷告耶和华说 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耶和华 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他有自觉了 对不对 但是神啊 在这个地方 上帝 不是只有人 自觉有罪 上帝一定要实行一个管教 那个管教很重要 因为那个管教的背后的意义 最后会带来大卫完全的谦卑下来 一直到他死 他的生命是完全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第十三节 于是加德来见大卫 十三节对他说 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 还是你敌人面前淘宝追赶三个月 还是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 现在你要揣摩思想 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 大卫怎么说 他说我甚为难 我愿若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耶和华将瘟疫于以色列人 至早成道锁定的时候 从蛋到别斯巴 民间死了多少人 七万人 哇七万啊各位 如果你三年死七万 没事了很平常对不对 你三天死七万啊 那个震撼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说 这个疫情啊 每天你们看报纸的时候 哇又死了这么多 哇又一百人死 哇又两百人死 各位 你有没有这样 但是每天 其实每天全世界啊 死了两万多人 你们没有去管啊 死了就死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们讲 有些东西是 但是上帝故意这样做 有一个强调 给我们一个警觉 叫我们知道要怎么祷告 然后要仰望什么来祷告 天师像 十六节 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 耶和华后悔 就不将这灾了 吩咐灾民的天师说 够了 住手吧 这是谁 谁讲住手 上帝讲住手 不是你先信 我伟大的信心 我信福音 我决定把生命给主 No no 我跟你讲 神先怜悯 神先施恩 你才能悔改的 你们要理解这个道理 非常重要的真理 先先施恩的 够了住手 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 也不是人 亚劳拿的河场 亚劳拿的河场是哪里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 当初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也是后来 所罗门要建圣殿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以色列民送读神的律法 以色列民也 以色列的祭司也给以色列民 行洒血的祭 对不对 流血的祭 叫以色列民的最得赦的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也不是人 亚劳拿的河场里面 所以呢 在那个地方 那个降灾 灾祸临到那里 问题在那里出现 救恩在那里出现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是上帝的怜悯啊 那么 你知道了这个东西 哈利路亚吗 感谢主对不对 但是大卫怎么做 大卫马上去找 这个亚劳拿 你把那个地卖给我 哎呀王啊 你要什么送给你吧 对不对 大卫说什么 No 二十四节 王对亚劳拿说 不然 我不要按着价值向你买 我不肯用白德之物做番祭 献给耶和华我的神 大卫就用五十克和银子买了那河场与牛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桌坛 献凡祭和平安祭 和睦祭 跟神和睦 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 就在这个时候垂听了 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各位 福音先讲的是什么 福音讲的是神有丰盛的 怜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祂的怜悯 也可以说祂的恩典 全部出自于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是跟各位说 不管怎样的事情 曾经马国很多的问题 政治动态很不稳定的时候 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人 弟兄姐妹信徒也纷纷不平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在那个时候神已经有怜悯了 对不对 神知道你们的痛苦 有时候这些社会议题 每次惹动我们的心 神知道 现在在这个疫情中 上帝也有怜悯 我也看到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很奇妙的 香港的动乱也慢慢停止了 对不对 有很多的事情 人慢慢在家里面 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不然忙得不得了 现在没有出去了 全部待在家里面 其实很多的东西调整 对不对 对教会里面 教会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 一来的时候 软弱的都离开不来教会了 那真的继续 这个时候 为教会祷告 爱牧师 爱牧者 爱教会 对不对 这样的人就出现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神又怜悯 不要以为这个疫情来了 神不见了 没有 神又怜悯 神怜悯我们赐下 祂的独生爱子 对不对 祂先做的 但是呢 各位不能停在这边 因为你停在这边 不是福音了 因为你停在这边了 你知道了 哈利路亚 上帝爱我们 怜悯我们 上帝是恩典 永远都是恩典 就变成hyper grace 你们了解吗 你一定要从这个地方 主啊你怜悯我 我的生命是你买醋的 所以我怎样活啊 我没有办法再为自己活 所以呢 付什么 你过一个付代价的信仰 付代价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啊 就是 你背十字架的信仰 各位这个地方是 马来西亚的首都 很多人都要来 很多年轻人都要来 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来这边 是只有要赚钱的 你要来这边只有生活好一点 你还是会进到一样的问题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上帝说什么 原来 当然我也不是反对你们来啊 你们要听牧师的话 听好一点啊 我是强调一点 因为每个人都想往城市去 很多人都想 新加坡城市去 韩国首尔去 日本东京去 很多人都要去这些地方 为什么 其实重点是什么 不管你在哪里 你要怎么跟从主 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信仰 是神给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福音了 你看到主的怜悯 没有办法再为自己活 涉及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你的时间 你的地位 你的才干 你的一切一切的 机会还是什么 所有都属于主的 你怎么用 为主而用 所以感谢主哦 我们KL有一群弟兄姐妹 这次 就是 真的是靠主 也祷告了两年三年 我相信 然后这次办 第一次的特会 这样在KL这个地方 我们做了这样的事工 盼望这个聚会 每年每年这样进行 然后主的福音 真的带来整个马国 从这个首都开始 阿们 还有一点时间 你们要不要回家 还是要继续 休息二十分钟 再回来好不好 再给各位一个总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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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